比如说不要焦虑 我们先要看感成 要放松嘛 对不对 语调也很重要哦 你不要内在有人说 我要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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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听起来是什么 焦虑 焦虑 我们的语言有人研究 我们的语言传达的讯息只有5% 另外95%是非语言讯息 包括语调 包括肢体语言 包括一些就是 用的没有的东西的 包括在里面 记得睡觉的时候 我们是跟我们原始的大脑在对话 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我们要能够好好善待 那个原始的大脑 用一个正向的话来说 所以 那我有这么多烦恼事 我要怎么办 我要改成什么话 好 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也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还有跟我谈过话的 就是先生先贤们 就是提供的一个 还很好用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就是晚上的时候 当你有很多的杂讯的时候 你可以改成这几个三字诀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我爱你 感恩你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上面三字诀 有看过吗 零极限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的几句话 它其实在跟我们的unconscious 就是无意识对话 跟我们的身体对话 跟我们的原始的大脑做对话 去感谢自己 感谢很多你潜意识 该感谢的人 感谢你的生活 感谢你的生命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我爱你 有些人会告诉我说 当他回去这样做的时候 有一些情绪跑出来 有的时候是一种很深沉的悲伤 有的时候还会流泪 没有关系 或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就让他 你就让他自然的去做这件事情 当一次一次 尝试去练习的时候 说不定 你就能慢慢的安定下来 回到正常的睡眠 大家回去试看看 好不好 那如果有效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在下次讲座的时候 再告诉我们就是后进的人 好 明思三 肝脏排在11点到1点 所以我一定要在那之前睡着 有这样想法的人举手 这就比较多了吗 我们媒体不断不断不断在讲 好 这个我也会提出来 那没有举手的人 有没有人帮我一下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有什么地方可以修改的 大家都这样讲 不知道怎么修改 好 那我跟你说 其实啊 稳定的作息比特定的时间重要 因为我们人体都有自己的生理时钟 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生理时钟 11点是几点啊 如果说 你今天到了日本 你今天到了韩国 只有你是要看 台湾的11点 台湾的11点还是日本的11点 有人说日本 有人说台湾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间是由人定下来的嘛 然后这也是一个统计嘛 你说中医它有没有统计 有吗 那你的11点是哪一个11点 重点是啊 你的你有没有把睡觉当赶火车啊 说哦 我11点一定要睡着 就跟我11点一定要坐上那班高铁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躺在床上呢 你又睡不着 又开始烦恼要不要吞那颗小药丸 然后吃药又伤肝 不睡也伤肝 吃药也伤肝 然后呢焦虑是什么 睡眠的杀手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今天就算一天没有11点睡 两天没有11点睡 老实说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的肝指数也没有 也没有飙升嘛 可是如果说再持续这样下去 那你真的很难睡觉 所以还不如我们先把调整睡眠 让自己能够好好睡这件事情 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否则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讯号嘛 不然要伤肝了这还不危险 那么你一定很难入睡 我们很多睡眠 睡眠中心在调整睡眠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原则 这个等之后再说 不然等下破梗 好 这个先先谈到这 好 下一个 睡不着时躺着也是休息 有这样想法来举手 应该很多 也很多人就会在床上监虞 有没有 想说现在该睡了 可是我现在还不想睡 在床上翻两腹歇间 就是翻面翻得很轻 那没有举手的人呢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就是调整一下这句 睡不着请离开你的床 为什么 不要让床变成你的梦魇 如果说半个小时还睡不着请离开你的房间 因为前一世是很敏感的 很容易做连结 什么叫连结 什么叫环境的暗示 比如说你今天去图书馆 你很容易就会安静下来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长期在那个地方 你都会知道那地方是很安静 所以有些人开始想睡觉 为什么 以前年轻的时候进图书馆 你看到处就想睡 对不对 这个叫做连结 或者是说你今天去机场 你今天不管是你自己要去 或者是你送朋友去 你去那边就会有一种 很兴奋的感觉对不对 因为长期那边跟出国 长期那边跟兴奋 就是配对出现 所以我们就会 一到了同样的地方 我们身体就会 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出现 相对应的感觉 这叫做连结 那请问你跟你睡觉的床的连结是什么 睡不着 是放松 是睡觉 还是是压力 如果是压力的话 很多人会说 我在客厅看电视就好睡 可是一进房间就醒了 为什么 的连结出了问题 还有啊 以前在睡眠中心的时候 有人在家都不能睡 一到睡眠中心睡超好的 为什么 连结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 我们的房间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连结 跟 要调整房间正确的连结 所以 只有想睡的时候再进房间 进我们的床铺只做 只做睡觉这件事情 看书啦 看电视啦 跟另外一半就是吵架啦 讨论家里的事啦 这件事情完完全全 麻烦心的离开你的房间 想睡觉 真的想睡不是应该睡哦 不是打哈欠哦 是你真的想睡的时候再进房间 要先做这样的调整 短时间 当你开始沾到床铺 你就会开始知道要睡的时候 当你开始进房间 就知道要睡的时候 好 这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再调整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说上一个 十一点一定要睡觉这件事情 在睡眠的卫生里面 它不可行的原因是这个 等于说 如果你为了这件事情 你十一点就让自己躺在床上 然后睡不着 躺着也是休息 那么你的连结永远都是错的 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是说 你进房间就开始有压力了 所以大家 但如果说你真的要让自己好睡 你需要辛苦一点 重新去调整这个连结 那稍微改变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房间跟你的连结 已经是压力跟焦虑的时候 找个时间改变一下环境的布置 让它变成一个新的房间 来帮忙你重新再做一个新的连结 可能是一个方式 改变一下房间的摆设 改变一下油漆的颜色 让它变成不一样的房间 然后重新去建立床 你的睡眠会混淆生理时钟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伙伴有提到 生理时钟很重要 什么叫生理时钟 什么时候想睡觉 什么时候肚子饿 这就是我们的生理时钟 什么时候想上厕所 这都是生理时钟 就是一个规律的部分 那生理时钟 它其实是会跟着我们的太阳 去做不一样的调整 所以每个国家的时间不一样 其实就是每个国家 它的太阳升起的时间不一样 那但是呢 这边呢 在一个新的睡眠研究里面 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研究是怎么做的 所以它今天把一群人 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那个房间里面 没有任何让它可以知道时间的讯息 包括说 它看不到外面的天气 它看不到太阳什么都升起 什么时候落下 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时钟 好 好 那么它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它等于说饿了 它就跟它说 我要吃饭 可乐 然后想睡就睡这样子 然后它发现一个状况是 我们人一天是25个小时 并不是24个小时 所以等于是说 每一天我们都比 我们的时间多一个小时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我们的生理时钟 本身就有向后顺眼 这样子的特性 所以说 什么叫向后顺眼 大家现在手上有手表吗 比如说原本我应该 今天我是11点睡 然后6个小时 7个小时 7点起床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现在都没有时钟 按照我生理时钟 第二天会变成12点睡 然后8点起床 会向后顺眼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一天 你的每天需要的睡眠 是8个小时的话 那如果说你周末不眠 比较晚期 那么你第二天会更难入睡 为什么 他本身就向后顺眼了吗 比如说你睡到10点 往后减8个小时多少 2点 第二天到2点才会想睡觉 然后呢 11点躺在床上 你又觉得睡不着 不想睡 然后你会变得很焦虑 又觉得自己失眠 这个循环又在开始了 所以说我们补眠的话 最多是一个小时 并且要多照光 并免延迟 因为我们的人 说了人的生理时钟 是看太阳的嘛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们会分泌可体松 然后当太阳落下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开始分泌 退黑激素 那帮助我们 就是节律我们的生理时钟 帮助我们清醒 跟帮助我们入睡 去调节清醒系统 更调节就是那个睡眠系统 所以你的失眠 是因为生理时钟混乱的话 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白天的时候 要多去外面照光 就是不要再太阳眼镜了 在清晨的时候 在太阳还没有很刺眼的时候 去多照光 它会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睡眠往前推 如果说你是个 入睡困难的人的话 清晨多照光 会帮忙你第二天 比较早想睡觉 好吗 好 那在下一个 就是明思六的部分 喝酒是有效的助眠方式 好 那喝酒刚开始可能有效 长期无效又上升 好 我会发现说 现在人用喝酒来助眠的 其实还不少 我今年在拉菲尔有遇过 就是生活很忙 工作很紧张 很难放松 然后他有在控制他喝酒的量 他说我们每天就是一杯 可是我们都知道喝酒有耐受型 对不对 我说你每天一杯就可以睡 那还不错 他说 可是我一开始是一杯啤酒 接下来就一杯Vaga 接下来是一杯Whiskey 他每天就一杯 可是酒精浓度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喝酒 刚开始 因为喝酒会让我们放松嘛 一开始 可是问题是 酒精代谢的时候 它反而会造成反弹性 致命 那酒精一开始会帮我们抑制中枢神经 那等于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就是睡得比较沉 可是到了后期的时候 酒精代谢掉的时候 我们的快速动演期会反弹 因为一开始 在酒精的时候 没有快速动演期 那后期问题就会补偿嘛 开始会有 更多的快速动演期 然后就 你会睡不安稳 你会拨梦 你会容易醒 最常有人喝酒的人 他半夜就容易会醒过来 接下来就会很难入睡 然后 而且就是刚刚提到的耐受性的问题 会越喝越多 他反而是比较伤身的 所以说 现在有在靠酒精睡眠的人 其实还是要把它戒掉 相较起来 安眠药都还比酒精安全 晚上没睡好 白天可以多喝咖啡提升 大家应该都知道 咖啡喝太多或太晚喝 反而会影响睡眠 如果说你真的很累的话 其实小睡可 大概不要多半个小时就好 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有的时候 我们只要短短趴的十分钟 就可以帮助我们 恢复一下我们的精神 那白天不要睡超过半个小时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说 一开始的时候讲说 我们每个人睡觉的量跟吃饭的量一样 是因人而异吗 其实睡觉跟吃饭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怎么说 如果说今天你下午 吃了很多的点心 其实你晚上很会想吃吗 不会吧 你晚餐就会吃不下 所以同样的 如果说我们白天的时候 有太多的睡眠 晚上就会不好睡 因为我们的睡眠趋力不够 这个睡眠趋力 就跟我们吃饭的饥饿度是一样 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应 人是饿了才会想吃东西 一样是困了才会想睡觉 所以我们需要累积我们的睡眠趋力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在做睡眠治疗的时候 我们会跟我们的有睡眠困难的人讲说 累了再上床 想睡再上床 也是一样的原因 你在床上躺太久 肩鱼肩太久 有个状况就是 它是一个只有量没有值的一个情形 等于说你的睡眠趋力 就会在这个时候变得比较稀释 反而你很难入睡 所以反而适度的剥夺 你的睡眠时间 会帮助你调整你的生理时钟 让你之后比较好睡 短暂的 我们人要看场景 短暂的无睡眠时间 你说我今天这么累了 我躺在床上只有两个小时 这样够吗 刚刚我们伙伴有说了吗 睡觉是重值不重量 然后我们的身体 睡觉是我们本能的需求 就跟肚子饿了会想吃东西一样 所以当我们两个小时睡眠睡不够 这个趋力它就会累积到第二天 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有再多一点的趋力 可以帮助我们早一点想睡 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们将我们的睡眠 身体调整到 就是我们觉得比较自在 符合我们身体状态的时候 所以白天的时候 虽然我们可以小睡 但不要睡太多 那么就跟白天的时候 肚子饿吃一片饼干 但不要吃到一整个下午茶蛋糕 是一样的道理 好 那如果说你真的晚上睡不好 白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需要些咖啡提醒的话 那既然在中午前面饮用 然后量不宜太多 去测试自己身体的情形 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每个人都不一样 虽然我们都是人类 但每个人都还是独特的 所以去相信自己身体的反应 比相信书本上 甚至比相信我说的话 还来得重要的很多 好吗 好 好 保持寝室完全无光 能够帮助睡得好 好 现在有满百分之百 真光窗里的举手 有吗 好 大家想说 我要很暗 我才能好好的睡 好 但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真光窗 有没有设定定时 可以拉开啊 早上让两光入房 让本能 调整你的生理时钟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我们的生理时钟 与光线是息息相关的 依据接受光亮 依据接受就是光亮的程度 我们会分泌不同的那个荷尔蒙 好 就是神经传导物质 白天是分泌可体受 晚上则是褪黑激素 好 我会发现说 稍微透光的窗帘 当它快到白天的时候 纤维的光亮会帮忙我们慢慢慢慢的唤醒 这时候我们醒来也会是比较舒适的 当然如果说你的睡眠环境是外面有霓虹灯很亮会干扰你 因为上面说了 当有光的时候 就是当晚上的时候 我们才会分泌推黑激素 所以说保持室内一定的五光这件事是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也要让白天的时候是有阳光可以透进来 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睡眠的环境能够有白天跟晚上的差别跟规律性 一样这是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尤其是日夜颠倒的人有极重要 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啊 他需要职业班的 那么你可能真的会需要百分之百遮光的窗帘 为什么 因为他白天要显示自己在美国嘛 就是整个窗帘是拉起来是没有光的 那晚上的时候让他自己多照光 让他就是能够在台湾过着美国的生活 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 迷思久的部分是吃安眠药必然会戒补掉 有这样想法人举手 应该很多 这个也是维埃拉菲尔十大就是睡眠问题中我常会听到的其中第二个 对 第一个就是我今天晚上没有睡好 我明天晚上就 我明天 我明天就会很惨 第二个大概就是这个 好 那其实啊我们的安眠药 已经有做了很多一代一代的改良 他其实安眠药的成瘾性其实是不高的 那他其实多半是心理依赖而非生理依赖 怎么样叫心理依赖 因为停药之后睡不好其实是很正常的要给身体适应的时间 好很多人吃安眠药一开始医师开给他他不知道他就吃 也是后来哪一天某一个阿姨跟姑姑来聊到晚上睡眠的状况 然后跟他说我现在有在吃那个药 他帮助我睡着 那阿姨就想说 哦 不可以吃啦 吃那个就饭掉了 啊之后会得老年痴呆有没有 他会开始下来下就是大家下来都不敢吃 我想说那姑姑应该是有学过什么睡眠 那当就是有是医药博士啊还是就是那个当过很久的医生 都讲的都好像他比医生还知道 这边很多的观念其实都有很多的迷思跟是是而非的观念在里面 那我们许燕讲他之前有办过两次关于药物的一个讲座嘛 许燕我印象很深刻许燕可能问一句话 你们觉得医生今天开这个药给你是要害你还是要帮你 有医生特别要开药来害病人的吗 没有嘛对不对 其实现在安眉药其实他真的都是很安全的 他为什么会造成依赖很多人是突然停药之后晚上就睡不着 然后他就告诉自己说哦 惨了我现在没有药不行了 但事实上这个生理基准是怎么样 他是因为呃我们我们身体已经习惯在同在这个时间他会有一个物质进来帮助我们睡觉 所以说突然没有就跟就跟呃 把这讲好像有点像陈 但anyway就是我们我们需要给身体一段适应的时间 让他可以回复他原本的运作 所以并不是一旦吃药就戒不掉 而是突然停药反弹性的失眠太强烈 让人以为对安眠药上瘾 所以如果说大家现在有在服用安眠药跟镇定剂 其实配合我们的治疗 配合医师慢慢做检药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他就像是说我今天跌倒了 脚受伤了 我足的拐杖一样 药物其实就是那根拐杖 他帮助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让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 但是不是用的拐杖我们脚永远就都不会动了 不会嘛 那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把拐杖去掉之后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复健的过程 让我们的脚开始习惯 就是回到自己的步调 然后开始习惯用力气 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上瘾的担心反而会激发清醒系统 为什么 焦虑是 睡眠的杀手 对不对 很多人他其实很担心会上瘾 所以反而吃下去 吃下去之后他不是帮你放松 而是变得很紧张 这样子的人我也遇到很多 像我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跟我来谈的个难也是 他就是很不想要依赖 所以说别人吃一颗 他要吃药吃到四颗 为什么 他一定要吃到那个药压过他的意志 他才可以 所以反而是一个 不好的状态 反而你就好好的 透过药物帮我们帮自己放松 那一段时间 我们如果能够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自然就能回到就是正常的睡眠 不要又吃药又担心 担心就会告诉我原始的大脑怎么样 有危险 有危险要怎么样 清醒 不然基因就传不下去吗 对不对 好 好 迷失词 睡不好是因为警惧不够 警惧的影响其实有限的 许多房间的禁忌啊 最重要不是外战的环境本身 而是你怎么解释 就比如说 床上 床头顶有梁会怎么样 睡不好 但事实上其实很多人 因为对我们人对我们人来讲 事情可以控制很重要 控制是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我们当我们睡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想说到底是什么问题 一定是有梁的关系 那anyway 如果说你觉得改变一下风水 你觉得比较安全 那你也可以这么做 那我们就要了解我们心灵在做什么嘛 那其实很多 像外面在说 一张床就是三十万可以帮你一觉睡到好 可是一开始换的时候 都会有啦 为什么 因为新的床 它有不同的暗示嘛 何况那个Cels一直跟你讲说 哦 这床多好睡 多好睡 多好睡 那我们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感觉说 哦 我躺下去一定好睡 其实是我们的 潜意识 我们原始的大脑 接受到一个讯息是说我们能够好好睡 那你不用花三十万 你平常这样告诉自己也可以啊 所以重点都还是在说我们的内在觉得自己能不能睡 觉得够不够安全 那当然啦 房间 四肢比较凉爽的时候会让人比较好睡 那大家可以回去试看看 可是我也有听过相反的 四肢比较温暖 身体比较凉爽 比较好睡 所以有人说就是我睡前不要洗太热的 太热得水 然后我用袜子跟那个手套把自己包起来 会觉得比较好睡 你都可以回去试看看 因为你翻文献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 我想就代表每一个人就是觉得舒适的方式不一样 那这重点是环境让自己舒服很重要 好 OK 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清醒系统清醒系统 那什么叫清醒系统啊 那在拉斐尔就是黄院长教育 大家这么久 大家一定知道清醒系统其实就是 交感神经系统嘛 它是人体的保系统 会被压力而激发 所以大家看一下 大家拿出自己的自律神经检测 看一下自己的数值是高还是低 如果说你的数值都低于40的话 你就知道你的你的你的身体的保全 非常非常的就是严谨 而且非常非常处在警戒的状态 所以你偶尔也是处在说现在有敌人入侵的情况 好 好 那 那所以我们的相应神经调教法就帮助大家 就是让我们的警卫可以放松一下 就告诉他说现在事件太平了不用这么紧张 好 那压力的来源呢 大家其实让我回去想一下 到底为什么你的原始的大脑一直感觉不安全 是外在的压力吗 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家庭 是你的身体状态 或者是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么不安全 好 好 可是我们都会知道说 哎 面对同样的情形 每一个人压力感受是不一样的 同样考大学联考 好 每一个 你看每一个同样考大学联考的小朋友 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啊 有的紧张到没有办法睡 还要跑厕所 有的大耳化之 哩哩啦啦 然后前天还在跟朋友就是打电动聊天 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说 哎 可能跟他的理解不一样 或是很多还是跟我们的人格特质有关 比如说比较敏感 比较急性质 比较完美主义 比较希望事情大部分可以受到自己的控制 在这边待这么久啊 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个性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不出这三件事情